本命盤如果有破均心 當他碰到畫錄跟畫權的時候 我們要同步的去考量 他對攻 到底他那個畫錄要錄什麼樣子錄出去 前幾支在講那個貪狼心的四話的時候 很受大家的知心 每一支影片幾乎都是 放一兩個禮拜 點閱率就破兩三萬了 不過 沒有人按讚 這三萬個人看只有四百多人按讚 麻煩了 如果覺得還不錯的 下面有留一堆人 要記得按讚 搜尋的時候才知道說 我們叫的還不錯吧 對不對 給我點鼓勵 這一次我們來講破均心 來講破均心 破均 也是一個 通常 你如果本命盤都在夫妻宮裡面 你去給人家算命 就會被人家罵到臭頭 你如果是這張命盤 那個女生 然後那個 要結婚了 然後 被 男方的媽媽拿去算命 也是會被人家罵到臭頭 唉唷 這個不好不好不好 通常都是這樣子講 跟 太陽差不多啦 也是被人家罵到七八糟 或是七殺也是這樣 被人家罵到七八糟 我們接下來 三支影片為大家平反 破均心 在夫妻宮 在夫妻宮 那他放入四化之後呢 會有什麼樣子的 解釋 然後會什麼樣特別的地方 破均的對弓 一定是天祥心 破均的對弓一定是天祥心 這是固定的 所以同樣的呢 如同我們不斷地跟大家提的 所有斗術不可以單攻單心論 每一顆星藥呢 他的所有的展現 要看對弓的狀況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前面在講貪狼一樣 貪狼慾望的產生 要看他產生在什麼地方 那其實要看對弓 他不見得 都是如你想像的那個樣子 因為你心中那隻狼跟 別人心中那隻狼可能不太一樣 同樣的 破均 他是一種 我們人生中 對夢想跟浪漫的追求 對夢想跟浪漫的追求 他會追求在什麼地方 每一個破均也會不一樣 我們接下來有三支影片 我們來談 破均對弓是無許天象的 破均對弓是指揮天象的 跟破均對弓是連真天象的 這三顆破均 當他四化 產生的時候 他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情況 那我們今天先來介紹 對弓若是無許天象的話 這個破均星他會代表什麼 對弓若是無許天象的話 破均會剛好在這個位置 再會在隱身位上面 當然他有可能顛倒 他可能破均在這邊 無許天象在這邊 因為畫面好看 我們把那個 五相放在這裡 破均放在這邊 他有可能是顛倒的 我們講說 破均星 他基本上 是一個 人心中的夢想 那為這個夢想 他會不擇手段 他會 不顧一切 很有趣的情況 卻是 他的對弓卻有個天象星 天象我們卻又解釋它 是一個 對自己的規則的遵守 然後規則的要求 規則要求 所以我們講說 天象星的人 去吃飯 或注重餐廳的廁所漂不漂亮 餐廳是不是弄得很乾淨 這樣子 因為他會 要求他自己的人際 不管是人際關係也好 不管是自己人生的一些 內心的守則也好 會有所要求 那 這也就是為什麼 破均星 在星藥商的時候 常常讓人家無法掌控的原因 因為 你怎麼有辦法去理解說有一個人 他很浪漫 然後又破均化氣為號 然後蘇山又告訴你說 所在的公圍都是破號的公圍 他好像又是個不能控制的狀況 可是他的對弓卻又是一個 相對穩定的一顆星藥 這個是 大家在學的時候常常容易卡關的部分 我們華人的教育 會把我們教的價值觀是單一的 可是實際上人的價值觀卻不會是單一的 就像我們之前提過連真心一樣 他化氣為求 可是當 球籠被 炸開的時候 他會去做出更瘋狂的事情來 破均其實也是如此 有一個人 他的心中有很多的浪漫 所以 他在外面就會展現出來說 什麼事情要照著我的規則來做 這個是破均被建立起來的基本概念 就好像如果說他是天象 有一個人他是天象星 他是個重視規則的人 可是他在外展現出來的 就會展現出 這是我的規則 所以你們要照著我的規則走 我的規則是要幹嘛幹嘛幹嘛 我要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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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呈現出來的 就會是 他對外會有很多 跟你不一樣的想法 但事實上不是跟你不一樣 而是那是他的規範 他覺得對的事情 他覺得對的事情 他要認真地去追求 可是在你看他 因為對面公位是從外面看我們 在你看他就好像 是一個不能夠控制的人 所以 天象的對方是破均 同樣的 如果說我自己有很多的想法 那我當然在外面 我就會希望 大家要遵守我的規則 那要照我的想法走 所以破均的對攻 他就是天象 他的原因是因為這樣子 所以斗數其實是 古人很深層的心理學 在心理學上面很多層面的 建構人的心理狀態 只不過是因為我們的教育都把我們教成 東西是要一板一眼的 因為這樣好統治 所以 我們就會覺得 他應該就等於什麼 應該就是等於什麼 我們不會 去做多方位的聯想 OK 那我們介紹完之後破均 他對攻天象這個基本的結構之後 就我們長江的 每一個公位裡面 他如果是雙星的時候 他都要看前面這顆星 破均對面是天象 可是破均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他對面不是只有天象 他是五象 所以 這一組的破均 他對面 這個規矩 跟這個要求 要求的是什麼 要求的是五曲這顆星 始祖心每一顆 都會代表你自己心中的某一種價值存在 譬如說 巨門是你內心的空洞 內心的不安 太陽星是 你覺得 你在哪一個公位 就是你覺得說那個公位必須要是聽你的話 要以你為主導的 那五曲星我們就講說 他是 我們在內心裡面 最務實的那個價值觀 破均在這個位置 對公司無許天相的時候 就表示我的價值觀 會建構在 金錢價值 或是建構在 這種物質的 物質價值上面 而且必須是很有 規範的 很有規矩的 因此 這一組 如果說他在本命盤 我們這個系列的節目主要是介紹 本命盤夫妻公 本命盤夫妻公 本命盤夫妻公會代表幾件事情 第一 你的 感情 態度 第二 你喜歡的類型是什麼 你喜歡類型是什麼 不但我們講說你喜歡的類型跟你會 找到的類型是不遇見的 不一樣的事情 對不對 就好像那個 我喜歡林志玲 但他 不見得找到林志玲 你喜歡胖子 你也不見得喜歡找到胖子 雖然胖子比林志玲多 本命的夫妻公 會代表主要這兩個結構 感情的態度 你在感情裡面 你希望什麼樣的態度 然後 你喜歡的類型 當然 這個是本命 所以 我們會受到大限的影響 我可能 本命喜歡 我喜歡這類的人 但是我這個大型喜歡另外一類的 我本來覺得 男生要長得帥 可是 到了 40歲之後發現 長得帥的沒有用 要長得胖的才有用 所以 就要變成什麼 就要變成 又要胖 又要帥 身體可以胖 也當然要帥 你就同時會有 綜合版出現 主結構 本命版的結構 還是 要存在跟考慮 OK 所以 當我的夫妻公 是破君心的時候 破君心的主軸 化氣為好 我會為了感情 願意去損耗我的 很多事情 願意花我的時間 願意花我的心情 願意花我的心血 然後願意去 浪費我的光陰 因為我覺得 感情的浪漫才是一切 為什麼古人覺得 破君心在於 夫妻公不好 因為 我也有可能為了我的新的戀親 我要去浪費掉 我舊的戀親 我有可能那個 馬上就拋掉 不對的那個人 就像我們說的 破君心所在的位置 是 你相對比較不考慮 結果去追求的位置 一般的書都會告訴你說 破君所在的功位是破號 因為我會為了那個功位 我就不計一切 那不計一切 我就沒有 比較沒有 去做一些通盤的考量 沒有做通盤考量 運線會有些煞雞進來 那煞雞交易進來了 我又不做通盤考量 然後不仔細 我就會變成是 我為了 浪漫的追求 然後容易出問題 那最後就被解釋成會出問題 所以就被 講得很糟糕 因為就像我們一直不斷提的 古人的邏輯觀 是什麼 哲偉總數成立 在明清兩代 明清兩代是 最保守的兩個朝代 所以他們才會有八古人的出現 這兩個朝代 就是要大家乖乖的就好了 所以 那個整個社會氛圍 它的價值觀 就是要很乖乖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當然就會講破君心 這個 浪漫的追求 就會都打上叉叉 所以我們回來看這顆破君心 我在本命的夫妻宮 代表的我天生的感情價值觀 我希望在感情的態度裡面 呈現什麼樣子的我 然後我喜歡什麼樣的類型 那如果破君心在裡面表示 這個人對 愛情的追求 基本上 持的比較浪漫的態度 然後比較 追求的態度 然後比較 願意去挑戰 挑戰什麼呢 然後追求什麼呢 愛情的價值觀上面 他覺得他可以有所 努力跟追求的時候 什麼事情會去影響他呢 就是要看對公 那因為對公是舞曲天象 這兩顆星 是相對乖的星要 天象要規則 規則在什麼地方 要 很 務實去考量 很務實去考量 就像我們在講 貪狼星對公都是舞曲的時候 那隻狼 基本上是哈士奇 他就是看起來有狼的樣子 可是實際上其實是哈士奇 乖乖的什麼事情他都不敢做 為什麼 因為當他要有什麼慾望產生的 他要想一下 我這樣子 是不是會花很多錢 我這樣子是不是不划算 同樣的情況 這顆破均也是這樣子 當舞曲跟天象出現的時候 這個破均 他就去考慮 我如果現在把 現任男友甩掉 我去追那個長得比較帥的 或是體力比較好的 我這樣划不划算 現在男友可能一個月給我 8萬 那個看起來比較帥的 他現在失業 那我這樣子好嗎 可能不太好 那他可能就會打消了 可是因為他落在四馬地 加上那個破均 他會有那個激動性 砰砰砰砰跳 跳完之後 腦袋想想 不行 這個 可能養不起我 那他就打消了 因為他有個舞曲在這邊 那比較擔心的是什麼呢 比較擔心的是 這兩個會化劑 天象化劑是個 規則被破壞 像看看去年 更年的時候天象化劑 有多少原本我們 認知的 既定的規則 在去年全部都被打壞掉了 所以 當天象化劑我規則被破壞的時候 我就會破壞了 我心中這個是不是 要有 勿實心態的這顆舞曲心 這個時候 我不但 會追求我浪漫的感情 我甚至還會借錢給那個男人 因為 規則被打壞掉 那如果是舞曲花劑呢 那他就要看看說 這個舞曲劑上面 如果我有其他路補進來 那我可能會用其他路來補他 如果都沒有的話 這個舞曲劃劑 我反而會更認真的去考慮 那個金錢價值 也就是說 我 對於那個浪漫的追求 會更回歸到說 誰 可以給我比較大的 物質生活跟金錢的支柱 他反而就回歸到這個部分來 因為我覺得 我在情感上不能有所空缺 因為像 這邊如果是夫妻工 這邊必然是官路工 我在工作上舞曲劃劑 我在工作上舞曲劃劑的時候 通常這一類的人在挑他的工作 會比較以 有沒有 相對應的金錢報酬來選擇 那他當然挑男人也會這個樣子 這兩顆星呢 在不畫技的情況之下 他就是乖乖的 那個好好的 去追求他的情感 而且呢 相對來講 其實不會像我們所知道的那個破君 那麼的亂七八糟來 其實破君也沒有真的很亂七八糟來 就是不會 真的就是那個看到一個愛一個 絕對不像書長說講那個樣子 那同時間呢 破君是不是也會有私化 破君也會有私化 會畫路 會畫圈 破君會畫路的時候 我們常看到下來講說 那個什麼畫路都還不錯 就是唯獨破君畫路 會比較本房一點 讓大家沒辦法控制 本命盤的話 除了父母跟兄弟以外 那運線盤的話 幾乎六親公衛都是如此 就是 只要是六親公衛 然後他 碰到畫路的時候 通常都是 你對那個公衛投注的心血 畫路或路存呢 我們會解釋成 增加出來的東西 那如果在夫妻宮 當然就是感情會增加出來 那本命的夫妻宮代表是你的感情態度 所以他不叫做增加緣分 而叫做 你在情感上面呢 有比較多的浪漫 有比較多的感情的層面 那這樣子的態度呢 自然而然容易去增加 你的異性緣 就有的人 他可能本來就 跟異性容易多聯絡 容易 給人家機會 容易多跟人家往來 那當然他就有比較多的異性緣 有的人他不是 所以 畫路的意思是這樣子的 夫妻宮畫路 通常表示說 我的桃花 異性的緣分會比較多 為什麼呢 因為我願意投注心血在這件事情上面 那如果說我 平常就是 我只愛宅在家裡面 然後只愛追劇 然後只愛看漫畫 好啦我都不出門 有人約我 我也不願意出去 那我怎麼可能會有桃花 所以 畫路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但是要看什麼東西畫路 破均畫路 破均畫路叫做 破號而產生出來的 所以 破均畫路呢 我們 常看到教講說他如果是 那個在財博宮 財博宮有路叫做多錢出來 可是你是破均畫路 絲畫都要看什麼信要畫出來 所以我是破號之後 才產生錢出來 這通常都是賣東西 因為你破號之後才會有錢出完 那所以 夫妻宮呢什麼概念 我必須要耗損我的心靈 我要 我要 我要投注很多心血 才讓我可以有 桃花會出現 那 這也就是為什麼 很多書會告訴你 破均畫路在夫妻宮的人 他可能桃花很多 然後爛桃很多 因為你 你不斷地 耗很多心血 去找很多桃花進來 當然就爛桃花很多 但是因為這個是本命判 所以 你要考慮就變成說 他其實是因為 我願意為了這個感情 我願意做很多的付出 願意做很多的付出 當然外人看他就覺得 你這樣不好 然後這個很多付出 有的時候 他不會是只對一個人 現在有女朋友 可是 同事 女同事 對我不錯 那我也會 對他不錯 損耗我自己的生命時間 然後來對他不錯 那在外人看他就好像 你感情很豐富 這樣子破均畫路的結構裡面 我們當然就可以 說基本上 他可能他桃花也不錯 可是 樹大有枯枝 人多有白癡 桃花一多 那就容易爛掉 爛桃花就多 他是這個樣子 但是在這一組 就還好 在這一組 他就是破號自己 然後 對空是物曲跟天象 對不對 他基本上 破號點什麼 他在情感上面 很願意為了 另外一半在金錢上做付出 只是要照他的規矩 也就是說在你不亂買東西的情況之下 你要什麼他都會願意給你 那亂買東西不行 什麼時候他會答應你亂買東西呢 當天象化劑的時候 所以如果你男朋友是這一組 然後你要亂買東西 又不想要被他罵 要怎麼辦 要等流年天象化劑 或是流月天象化劑 或流日天象化劑的時候 那你亂買 而且要拐他一起亂買 相對來講 他就比較不會說話了 當然如果說 你不覺得天象化劑 那你永遠都沒有這個機會 你可能就放棄這一段了 所以天象化劑很重要 不然你怎麼有辦法 當男朋友亂買東西 他會不會罵你 那舞曲化劑的時候 舞曲化劑的時候 因為你感情很奔放 你會願意為人家 在慶幸之後付出 可是呢 你又會很在乎這個金錢 既然要給 那就不要囉嗦 要付出 你就不要抱怨 那他同時付出 同時又覺得說 哎呦 好像這樣花很多錢 很容易 在情感上面 就會產生金錢的糾紛 原因就在這裡 霍君化劑 我大概就是覺得他如果在 財博宮 有稍微弱一點 因為容易亂花錢之外 富氣宮其實我覺得還好 你就是自己調整好心態 對面是舞曲跟天象的時候 你不要覺得 你可能花了錢 然後你覺得抱怨 除此之外 其實 還OK 相對來說 破均最好的四話 其實一般來講會講說是 畫權 而不是畫路 畫權 那破均畫權會怎麼樣呢 權是一種掌控 是一種掌控 所以掌控會 某個層面來講 會有代表穩固的意思 也就是說呢 我因為我的付出跟 跟我的努力 我要可以控制住 我的感情 也就是說我會希望 我的感情是控制在我手上的 怎麼控制 隨著我 浪漫的付出 隨著我願意 對金錢的投注 愛情很實質上的努力 甚至很務實的去經營 我的工作跟感情 那我希望這些東西呢 可以讓我掌握我的愛情 那我有這樣子的想法 起心動念 自然而然 我這個破均權呢 就會讓我的 情感的穩定度 狀況會比較好 我會不會受這邊的影響呢 當然也會 可是 因為不是畫路這麼的 無怨無悔 而是畫權 所以 當我覺得說我對你的付出 我控制不到 那我也就放棄了 當然不可否認這邊 還是會出現偵查 一些糾紛 一些價值觀的不同 而造成你在情感上面的一些問題 可是至少在破均畫權的情況之下呢 你就會覺得說不行了 那不然我就換 除非他有放陀螺心進去 我覺得不行了 然後我要掌控你 可是呢 陀螺又叫我不要走 那這樣就比較痛苦 本命盤如果有破均權 當他碰到 畫路跟畫權的時候 我們要同步的去考量 他對攻 到底他那個畫路 要路 什麼樣子路出去 以無許天象來講 他要很有 價值的付出 那畫權 我要怎麼樣呢 才能讓我掌控到我的愛情 我願意付出 可是我要很有價值的付出 而讓我可以掌控到愛情 這個是 本命盤如果 破均權在夫妻公 當你畫到畫路跟畫權的時候呢 我們要 考慮的事情 要考慮對攻 考慮那個對攻 有沒有私化進去 然後考慮那個 畫路跟畫權的情況 考慮 你會不會有投入心放在這裡面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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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